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极其短小精悍的小说 名字叫《适众》 这篇小说发表于1925年4月13号《思雨周刊》上 后来被收录在小说集《彭皇》中 这个故事就讲述了大街上一个犯人被适众的场景 期间出现了各色人类围观 在这么简短的文字里 我们就将中国传统社会给中国人留下的一笔巨大的打着引号的遗产 看客心态一览无余 这是当时中国国民最普遍的心态之一 也是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一次伟大的发现和深刻的概括 正因为看客心态是国民劣根性的渊源 所以他的发现不仅是鲁迅先生清醒的认识到 中国的第一要助是国民精神的改变 而且也直接促成了先生气吻从医 从此以后 鲁迅先生就在他的散文杂文书信演讲以及回忆录中 不断地探讨这种看客心态 世众鲁迅 守善之躯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 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 火奄奄的太阳虽然还未执照 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的声光 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 到处发挥着剩下的威力 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 连树上的乌老鸭也张着嘴喘气 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 远处隐隐有两个铜斩相继的声音 使人一起酸梅汤 依稀感到凉意 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建作 却使那寂静更齐深远了 只有脚步声 车夫默默地前奔 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丽日 热的包子嘞刚出替的 十一二岁的胖孩子 细着眼睛歪了嘴 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喊 声音已经撕开了 还带些睡意 如给夏天的长日催眠 他旁边的破旧桌子上 就有二三十个馒头包子 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 吼馒头包子嘞热的 像用力置在墙上 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 他忽然飞到马路的那边了 在电线杆旁和他对面 正向着马路 其实也站定了两个人 一个是蛋黄制服的 挂刀的 勉黄肌瘦的巡警 手里牵着绳头 绳的那头就拴在另一个 穿蓝布大衫上 照白背心的男人的胳膊上 这男人戴一领新草帽 帽颜四面下垂 遮住了眼睛的一袋 但胖孩子身体矮 扬起脸是看时 却正撞见这人的眼睛了 那眼睛也似乎 正在看他的脑壳 他连忙顺下眼 去看白背心 只见背心上一行一行的 写着些大大小小的什么字 刹时间 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 带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 空缺已经不多 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 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 这胖子过于横阔 占了两人的地位 所以 续到的 便只能 驱到在第二层 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 伸进脑袋去 秃头站在白背心的 略略正对面 弯了腰 去研究背心上的文字 终于读起来 嗡 嘟 哼 八 耳 胖孩子 却看见那白背心 正研究着这发亮的秃头 他也便跟着去研究 就只见 满头油光光的 耳朵左近 还有一片灰白色的头发 此外 也不见得有怎样新奇 但是 后面的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妈子 却想趁机挤进来了 秃头 怕失了位置 连忙站直 文字虽然还未读完 然而无可奈何 只得另看白背心的脸 草帽眼下 半个鼻子 一张嘴 尖下巴 又像用了立志在墙上 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 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 一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雪白的小布帽 向人从中直钻进去 但他钻到第三 也许是第四层 竟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 抬头看时 蓝裤腰上面 有一座赤条条的 很阔的背脊 背脊上 还有汗正在流下来 他知道 无可措手 只得顺着裤腰右行 幸而 在尽头 发现了一条空处 透着光明 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 只听了一声 什么 那裤腰以下的屁股 向右一歪 空处 立刻闭塞 光明 也同时不见了 但不多久 小学生却从巡警的刀旁边 钻出来了 他诧异的四股 外面围着一圈人 上手是穿白背心的 那对面 是一个赤膊的胖小孩 胖小孩后面 是一个赤膊的 红鼻子胖大汉 他这是 隐约悟出先前的 伟大的障碍物的本体了 变惊奇 而且佩服似的 只望着红鼻子 胖小孩 本是注视着小学生的脸的 于是 也不禁依了他的眼光 回转头去了 在那里 是一个很胖的奶子 奶头四尽 有几只很长的蚝毛 他犯了什么事了 大家都愕然看时 是一个工人似的粗人 正在低声下气地 请教那秃头老头子 秃头不作声 但是睁起了眼睛 看定他 他被看得顺下眼光去 过一会儿再看时 秃头还是睁起了眼睛 看定他 而且别的人 也似乎都睁了眼睛 看定他 他于是仿佛自己 就犯了醉似的 局促起来 终志慢慢退后 溜出去了 一个斜阳伞的长子 就来补了缺 秃头也旋转脸去 再看白背心 长子弯了腰 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 去赏识白背心的脸 但不知道为什么 忽悠站直了 于是他背后的人们 有需竭力伸长脖子 有一个瘦子 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 像一条死鲁鱼 巡警突然间将脚一提 大家又愕然 赶紧都看他的脚 然而他又放稳了 于是又看白背心 长子忽悠弯了腰 还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窥策 但极客也就立直 请起一只手来 拼命地搔头皮 秃头不高兴了 因为他先觉得背后 有些不大平 接着耳朵边就有 击咕击咕的声响 他双眉一锁 回头看时 紧挨在他右边 有一只黑手 拿着半个大馒头 正在塞进一个 猫脸的人的嘴里去 他也就不说什么 自去看白背心的新草帽了 忽然就有爆雷式的一击 连横阔的胖大汉也不免向前一亮枪 同时从他肩膊上伸出一只胖的步向上下的胳膊来 展开五指 啪的一声 正打在胖孩子的脸颊上 好快活你妈的 同时胖大汉后面就有一个弥勒佛似的更圆的胖脸 这么说 胖孩子也亮呛了四五步 但是没有倒 一手按着脸颊 旋转身 就想从胖大汉的腿边的空隙间钻出去 胖大汉赶忙站稳 并且将屁股一歪 塞住了空隙 恨恨地问道 什么 胖孩子就像小鼠子 落在捕鸡里似的 仓皇了一会儿 忽然向小学生那一边奔去 推开它 冲出去了 小学生也反身跟出去了 呵 这孩子 总有五六个人都这样说 待到重归平静 胖大汉再看白背心的脸的时候 却见白背心正在仰面看他的胸脯 他慌忙低头 也看自己的胸脯时 只见两乳之间的挖下的坑里有一片汗 他于是用手掌浮去了这些汗 然而行事似乎总不慎太平 抱着小孩的老妈子 因为在骚扰时四顾 没有留意 头上梳着的喜鹊尾巴似的 苏州翘 便碰了站在旁边的车夫的鼻梁 车夫一推 却正推在孩子上 孩子就扭转身去 向着圈外 嚷着要回去了 老妈子先也略略一踉跤 但便急站定 旋转孩子来 使他正对白背心 一手指点着说道 啊 啊 看 多么好看呢 空虚间忽而探进一个戴硬草帽的学生模样的头来 将一粒瓜子之类似的东西放在嘴里 下颚向上一刻 咬开 退出去了 这地方就补上了一个满头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椭圆脸 斜阳伞的长子也已经生气 斜下了一边的肩膀 皱眉急视着肩后的死鲁鱼 大约从这么大的大嘴里呼出来的热气 原也不亦招架的 而况又是在盛夏 秃头正仰视那垫杆上盯着的红牌上的四个白字 仿佛很觉得有趣 胖大汉和巡警都斜了眼 研究着老妈子的勾刀般的斜肩 好 什么地方忽悠几个人同时喝彩 都知道该有什么事情起来了 一切头便全数回转去 连巡警和他牵着的犯人也都有些动摇了 刚出T的包子嘞 喝热的 路对面是胖孩子歪着头 磕舌式的长呼 路上是车夫们默默的前奔 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 大家都几乎失望了 幸而放出眼光去 四处搜索 终于在相距十多家的路上 发现了一辆洋车停放着 一个车夫正在爬起来 圆阵立刻散开 都错错落落地走过去 胖大汉走不到一半就歇在路边的槐树下 长子比秃头和腿圆脸走得快 接近了 车上的做客依然坐着 车夫已经完全爬起 但还在磨自己的稀科 周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 成吗 车夫要来拉车时 做客便问 他只点点头 拉了车就走 大家就往往然目送他 起先还知道那一辆是曾经跌倒的车 后来被别的车一混 知不清了 马路上就很清闲 有几只狗伸出了舌头喘气 胖大汉就在怀音下 看那很快的一起一落的狗肚皮 老妈子抱着孩子 从屋檐阴下 憋过去了 胖孩子歪着头 挤细的眼睛 脱长声音 瞌睡的叫喊 热得包子嘞 刚出涕的 1925年3月18日 那么在篇幅不长的这篇小说中 前后出场的人物 不下十来个 这十来个人物呢 又分别形成了两两对立 又缺一不可的部分 充分地展现出了 看与被看的关系 之后呢 鲁迅先生的很多作品 其实都采用了这种 示众的模式 比如说 祝福中的祥林嫂 就是被看 乡村里的人是看客 阿克正传里面的阿Q呢 既是看客 也是被看的人物 而鲁迅先生 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 大概也就是他采用了 这样的一种令人 哭笑不得的特殊模式 好了 今天的读书时间就到这儿